今天8月20号 记者来到台北喜来东饭店的食材造型艺术中心 作者黄明安 他做了一个非常 黄明波老师 他今天在这边做评审 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水果雕刻的摩托车 我们请他介绍他的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用不同的什么材质 请教一下黄明波黄先生 您简单介绍一下你这台的创意 我的主题叫奔驰新北 因为这次的比赛主题叫做奔驰新北 那现在就是很流行这个休闲活动 骑重鸡 就是把它艺术生活化 那我最主要用到的一些材料 大概就是比如轮胎 因为我们的柚子皮 柚子皮剥下来以后 不要丢掉就把它贴上去 还有一颗大西瓜 代表它的油香 然后冬瓜 他挑起那个弯弯的 所以有弧度的 当它的挡泥板或做垫 丝瓜 特别挑的常常的品种 当它的排气管 然后两根把它并在一起 四个排气管 它的引擎部分就是塞满了这个苏果 零件 是它的南瓜 一般就是比较轻的 古瓜 这是当季的夏天的季节的一些 苏果材料 拼装而成的 那它的难度就是说 要先做一个车架 因为我本身以前有做过铁工 所以我对于这个皮的素性 有一点了解 然后在网络抓一些机车的结构图 然后把它这样慢慢做 慢慢摸松 光是这个车架就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还有找食材 比如先找到西瓜 然后再用铁条把它敲住那个 拖住西瓜油箱那个模型 所以非常费工 整个花费起来只要一个月的时间 特别是材料不能太早找 所以只能先做车架 所以这样就是以形取形 以花接木这样这个时候把它拼测而成的 谢谢 那个不好意思请教你 你在西来登 有没有特殊的雕刻的水果的产品 一般我们在饭店 我们是一个专责的部门 叫食材艺术中心 那我们应用的材料非常的广 就是说当季的蔬果是用最多的 就是用一些果雕来衬托我们的宴会 衬托我们的菜肴的盘式这样子 来提升它的价值感 所以到饭店消费比较贵的 谢谢记者燕国龙接受 记者燕国龙的采访 谢谢您 谢谢